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小孩12岁 2017年天也开启了 可以看到很多 我这些心有点黄 我不知道前面的路 该怎么走了往海燕 你好 小孩开启看见啥了 几岁 12岁 基本上是想看啥看啥 就是你能够输入信息 他就能看到图像 我们现在输入信息 只能想象知道吧 如果有天他有图像 他同时想象的名字的时候 他会有图像 但是图像天眼也分等级了 有的就图像声闻并茂 有的连气味味觉 什么东西都就像进入那个时空了 这个天眼就比较圆满 而且可以自由的控制 开放 自由控制这个就好一点 也没有什么 老师给他设置了这个程序 其实不念老师名字也有可能进入 但是老师 既然老师给他开启了 老师设置了这个程序 让他念老师名字才能进去的话 这是一个 他自己设计的一个程序 他也可以念西加木尼佛的名字 也可以念 文书啊 关系啊 也念其他 或者念老师都一样的 但是老师说让他念老师 那就念老师呗 因为他跟老师 亲近嘛 他脑子里有老师的像嘛 可以的 就是只要没有看到说是恐怖的 孩子说很烦的境界就可以 没事啊 就多看了几个维度吧 是吧 睁开眼 除了看见你还看见了花 说妈妈偷着一个毛袋花 是吧 有的是看了下赛道 很恐怖剧 说睡眠影响到他的生活了 这个就 如果是没有影响到生活 看也没关系 但是天液也会染污的 知道吧 天液染污还是会很累 知道吧 有时候头痛看多了 头痛啊 他觉得很累 而且他会好奇 不断地看 不断地看 收射不住了 这个也是挺麻烦 让他告诉他 可以自由收射 就是我想看就看 我不想看就不看 加这样一个程序 就是就把这个指令输进去 就是告诉他 我想看什么就看什么 我不想看的时候就关闭 嘎嘎 我就想着电脑 啪 怪了 啊 就行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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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